每日小情书,此时有价值了,才会像是铁石,朋友甚至以前的陌生人,都愿意转身过来与你为伴。 不要怪罪世界现实,要自己强大才是给自己最好的安全感。 刚要成熟,又要老去,时光,毫不经用。 我们年轻的时候,不懂得如何好好认真对待生活,认真对待自己,认真对待感情, 我们会感到茫然,不知所措,会觉得找不到人生的方向。 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们只能选择无奈的慢慢老去,留不住的是时光,可又无法不去认认真真的面对这一现实。 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,但明白过来时,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。 三毛,喜欢这篇文章,看完留个言,转发哦,关注我,每天教你张气质。 And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